這首歌是我們洪一峰老前面上 洪一峰大哥的歌 請他公子洪敬堯來講解 那我就先從羅平好了 好 因為聽到這個淡水不熟 就覺得太親切了 羅平讓這首歌 因為原來的節奏 它其實 它這個歌也改變過很多版本 最原始的 它其實就是一種倫巴 很簡單的節奏 經過羅平這樣一改 然後你再把它唱進去以後 然後我們這個歌 單純的有一點建議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它沒有什麼限制 反而你要更自由 就是說如果你可以再尖奏 你可以跟樂隊玩一點 不是以前都有那一種 跟樂器玩一點 UNISON 這種東西 在裡面讓這個歌曲更活 因為其實你已經快要接近 有一點點這種 Jazz的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你在尖奏就玩一段 這個東西 再加進來以後 我就讓它整個歌更徹底地 去玩 把它玩開了 那可能會更好 我認為羅平在這個舞台上 已經是很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靖倫 曹操 這一首歌我覺得 圓曲好像比較搖滾 你今天的感覺也是很搖滾 當然它的詞 第一個就是難度很高了 那 它幾乎每一段都是不太一樣 你要背詞 第二個你要表演 而且你要有一些對戲 跟舞者的這個 舞打的對戲 所以我認為說 那個整個是不能鬆的 就是要很專注 全心全意在表演上面 那我覺得這些 你都做得很不錯 但是呢 反而在第一遍歌比較可惜 因為這種歌曲 有一個拍子的概念就是 它有很多是 幾乎好多地方都是 就是 是一個蘿蔔 一個坑的 這種反拍 你一定要唱進去 但是在第一遍歌 你稍微有一些地方都比較趕 就是因為你可能要 又要記這些東西 所以可能有分心到 丁曉雯老師請 好 先說靖倫 靖倫今天穿這身衣服 其實要唱歌表演 還真不容易 你還喘得氣 很熱 你還喘得過來嗎 耳朵都紅成這樣 對啊 可想而知 其實這樣子的表演 其實是很辛苦的 戴太久了 一開始就戴到現在 對啊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首歌 詞很難背 它的旋律的動態又很大 就是峰迴路轉這個旋律 然後又很需要氣 但是一方面你的表演 其實它的動態也非常大 要跟人家打 打鬥啊 然後要走台步 所以整個的幅度也很大 影響你整個的氣 所以今天說老實話 你不管是在唱詞的部分 在音準的部分 在整個的律動感部分 其實我都覺得不到位 就是有點顧得了這個 顧不了那個 顧得了那個 又顧不了這個 所以其實 靖倫我非常非常肯定 你挑戰自己的精神 因為你以前絕對不會唱這樣的歌 做這樣的演出 好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你 如果想要在舞台上面呢 站得稍微久一點 我認為表演跟唱歌這兩件事 你可以先二則選其一來挑戰 譬如說唱這樣的歌 你不熟悉的 先不要做這麼複雜的表演 然後哪一天選一個 你非常非常有自信的歌 你去做一個比較複雜的表演 就是二則選其一 不要其頭並進 我覺得這樣的風險比較大 這樣明白我的意思嗎 了解 好 然後羅平 羅平今天唱的這個淡水暮色 這是一個真的很純粹的老歌 那羅平今天的整個的唱法 完全叫做老歌新唱 好 不管在各個角度來看 因為包括他的節奏感很 很現代 很輕鬆 尤其是到了最後一段 天啊 那個簡直是 我們一般的歌手都不太敢嘗試 那種的那種的節奏 其實是很花的 你在唱法上面可以再多切分一點 再跳躍一點 跟前面兩段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那基本上我覺得羅平今天表現 非常非常好 我真的非常欣賞 好 當然還有一些小突槌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 我認為你今天的表現 可以坐上那張椅子 今天這個歌真的很好聽 老歌新唱不容易 老歌新編也不容易 但是要編得恰到好處 唱得恰到好處 是真的有他的困難點 羅平今天真的不錯 然後靖倫再加油 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 挑戰的為難度好嗎 OK 加油 我們就看 黃靖倫這個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這首曹操 等各位志倫帶來的分數 來到87、88、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恭喜得到90.6分 接下來羅平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得到老師們好評的表現 分數來到88、89、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8分 謝謝老師 謝謝 接下來介紹